著名作曲家王洛斌一生创作慎风 搜集整理创作歌曲超过一千首 但其中最出名的还是早年在西北彩峰时 整理修改的西北名歌 如《打板城的姑娘》 喀什·嘎尔舞曲 青春舞曲 阿拉穆汉 半个月亮爬上来 伊拉拉 在那遥远的地方 掀起你的盖头来 等等 不但传唱全国而且世界之名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王洛斌传唱最广的名歌 也是世界华人广为传唱的歌曲之一 1947年 由美国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上海演出 1998年 台北跨世纪之声音乐会 美国著名女歌星戴安娜·罗斯 世界著名男高音卡雷拉斯 多名歌以此取压咒 但是作曲家王洛斌本人一生坎坷 分别在国共两党的牢房里被关多年 1941年 因通共嫌疑被抓坐牢三年 44年经西北军阀马不方救出 共产党也没放过他 1960年4月 王洛斌第二次被判入狱 刑期15年 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 他曾在马不方部队里任职 属于历史反革命 最重要的是他写过一首《萨拉姆·毛主席》 被指谐音杀了毛主席属于现行反革命 直到晚年才被彻底停返 重新被世人所关注 甚至与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发生了一段情缘 最后在1996年因病去世享年83岁 30年代末 当时39岁的马不方与26岁的王洛斌一见如故 马不方为王洛斌唱了很多西部民谣 找了不同民族民歌手给王洛斌唱歌 王洛斌速记下各具民族特色的民歌 于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打板城的姑娘 阿拉尔汗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等相继问世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更是红遍中国传到了美国 当时 马不方希望前来青海宣传抗日的王洛斌留下 1941年王洛斌在兰州因通共坐牢 马不方最后拍着桌子怒吼 王洛斌是我马不方的人 直到44年才最终把他救了出来 王洛斌后半辈子就倒霉在这句话上了 1944年 王洛斌出狱到了青海 马不方敬若上宾 马基元是马不方之子在欢迎酒会上 举着杯子泪眼朦胧地说 王教官 您是我们青海的骄傲 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 让世界知道了青海 王洛斌在青海负责全部音乐方面的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 马不方王洛斌庆祝 促席编写了《花儿与少年》 此曲在胜利会演上夺冠红遍中国 解放后的事情不用多说了 1961年 王洛斌被抓 因为有人发现王洛斌档案里 有一张穿着马不方军服的照片 首提小提琴在草原上起舞 王洛斌被控为马不方留下的特务关进监狱 最后受尽了冤屈折磨 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出来 此时62岁的王洛斌身心剧创 1950年初 马不方以朝静为名 去加菲底沙特麦家 1975年7月在当地病逝 晚年的王洛斌因媒体的关注 他的歌曲又红遍全国风行一时 远在沙特的马基元之道后留下了热泪 1990年 马基元给王洛斌写了一封信 附诗一首 文君之歌声息 悲异壮 官君之手指息 感且伤 远父息欲息 如愿以偿 抚琴普取息 热情奔放 随信寄给王洛斌800美元 1992年 71岁的马基元和79岁的王洛斌在台湾重聚 王洛斌一直对外界说 没有马不芳 就没有我王洛斌 那些红遍大江南北的西北民歌 很多都是马不芳亲口唱给我的 我只不过是修改加工而已 王洛斌说的是实情 他创作的筷制人口的歌曲 全部是马不芳提供的 而王只是记录下来稍加修改而已 他一生自己原创的歌曲有数百首 但几乎没有给人留下印象 而军砝马播放传授的西北民歌却真正成就了王洛斌 欢迎订阅 支持原创 多谢订阅 subscribe 欢迎订阅